你走呀 小孩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你这是干什么 你以为你把后妈搬出来 我跟你叔叔就会 同意你跟年年的事了 对吧 怎么会 我带我后妈过来 是希望正式 隆重地 和年年交往 绝没有半点儿戏 你这么忽然地 就跟我们提出说 要跟年年结婚 我怎么觉得 有点赶一哈子上架呀 当然不是 是因为 我发现我现在 越来越爱年年 我希望每天都能见到她 而我希望这样的日子 可以持续一辈子 所以我才提了出来 那年年呢 你真的 你们 你们俩不会是 你 我直说了啊 年年不会是有了吧 你们俩才这么着急要结婚 是不是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阿姨 我想您保证过 结婚之前 我绝对是发呼其纸欲理的 那年年呢 她也很喜欢你 是吗 我问你干吗 我都能看出来 年年她很喜欢你 我相信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就像您和叔叔一样 你是没有看见 其实我跟你叔叔 也是常吵架的 但是你们呵护这个家 爱护彼此 疼爱年年的心 我是能看见的 而且这也是我 一直在努力做的 阿姨 请您相信我 并且给我一次机会 如果年年她不答应 我绝对不会勉强她 并且我会主动离开 好吗 我跟你说 年年她是第一次谈恋爱 所以我希望 你一定要疼爱她 珍惜她 好吗 不行 你必须在这儿向我保证 您放心 我一定做到 谢谢你们啊 客气了 应该的 阿姨 今天我跟您说的事 我希望您可以替我保密 我想给您练一个惊喜 好 好 等我们走了啊 好了 再见 您谢谢了 再见 再见 对了 叔叔阿姨 我马上要带队去参加 全国总决赛 因此我也想带童年一起去北京 不过您放心 虽然在一个酒店 但是我会订两间房 所以我想征求叔叔阿姨的意见 年年研究生也毕业了 大孩子 小孩 要不然这样吧 你现在跟我们家年年 正常地交往 这样的事不用跟我们报对 谢谢叔叔阿姨的理解 好呀 走了 好 路上慢点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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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谢谢你了 嗯